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就是天氣的狀況 都幾大新聞 現在是南極的兵塊溶解 還是北極 我都忘記了 整體的 你說那些冰川溶解 還有我覺得要說一下海洋的洋流 但是這些東西好像和大家很遙遠 所以我們也要花一節說一下 這些東西最後怎麼和我們撤身有關係 還有那個方法為什麼我們會知道呢 似乎不是很遙遠 你有沒有看到北京那裡水浸 其實客觀上都是氣候帶來的結果 那些全球暖化帶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今天要認真討論這件事 事不宜遲了 我們首先講講這個超渡的新聞 因為這個新聞就是前兩天而已 就說韓國方面是一個超渡方面的突破 其實不是前兩天的了 上個禮拜呢 在我們上個禮拜那一集的時候已經有了 但是我是故意不說著的 特意不說 我們先講這個新聞 簡單一點 其實是這樣的 這件事上面公眾反應很熱烈 但是反而行內反應就好像很不對等 其實就是因為超渡現象本身是一樣 幾句話你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它這麼厲害 因為它沒有電了 於是傳輸時候那些電的能源損耗是零 理論上 所以就說這些效益這麼高的東西 拿來用在我們的線路上 就很行 當然不止的 大家想到能源傳輸可以達到100%的效能 但是其實如果做了一個很廉價很容易處理的超度體的話 在對於很多其他科技上面 也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幫助 所以大家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進入一個新的革命時代 就是可以令到我們突然之間有一些 因為這個高溫超度體的發明 令到我們的科技又可以改進跨越一大步呢 而這件事是因為已經斷斷續續 由這個70年代80年代鋪墊到現在 今時今日都還在做 也都好像有少許的結果 但是還沒有一些很大的突破性的結果 所以這次突然之間說韓國小組做到一樣可以 它又不是失溫 是說的是涉事一百二十幾度 就可以表現超度性的一種這樣的材料 大家就會立刻就覺得 嘩 是不是我們終於等到這一天呢 就是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我們之前是不是這個香港科技大學的前校長 朱京武是這方面的專家呢? 他本身就是從事那個高壓的物理的專家 高壓物理實驗 而你能夠去把東西加壓到很高很高壓 事實上是有利於一些物質去表現出它的超度性的 所以它這種高壓的實驗技能 是對於研究這個超度體是有幫助的 那你這次提到這個LK99 它是一個是不是新的導體 就是導致可以這次這個超度體出現 那這樣說吧 如果你說由物理人、化學人的角度去看 它這一種叫做 是一些金屬和出來的氧化物 再加一些其他小小合金物質作為雜質的 這一種這樣的材料呢 其實這種複合合成的 這一種這樣的超度體物料 甚至我們會叫做一些陶瓷性質的這種物料呢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已經是大行其道了 不過差在你是找不找到用哪一種的元素 砌入哪一種東西 來令你實現到那個比較容易達到的一個超度性呢 所以這幾十年來 大家無論從理論上、實驗上 不停地不斷試 然後其中一個方向就是 我可不可以透過大力去加壓 來提升它那個超度的溫度 令到我們不用這麼冷的東西 來實現到超度呢 我們之前的科學生有提過 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那個結果就是你需要換來的代價就是 那個壓力是超高的 所以總體來說就是 你無論要將一些東西按到很低溫度 還是要將那件東西放到很高的壓力 給出來的那個代價都是相對大 就令到你實現那個超度體的那個特性呢 就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那這次這樣 其實都不止它以前提出過這樣的結果了 那在這個韓國小組去提交 在7月22日提交它這個結果 之前不久才在美國又去查出有一個做高溫超度的實驗人員去造假 然後將它的研究成果也要下架 其實講到現在這一刻 也有傳說韓國這一次小組 也都已經決定將它們的研究成果是下架的 但是我覺得呢 在剛剛這個星期等待以來 出了很多的資訊 很混亂的資訊 但是我暫時來說 沒有看到任何的媒體 甚至乎英文媒體、中文媒體 至少在我懂得語言的媒體來說 沒有人能夠將這件事 真的比較整體上搞清楚 甚至乎有很多誤報的成份在裡面 所以我很想在這一節裡搞清楚這件事 好了 現在我們看那個 其實就不止在韓國那邊 就似乎是這個 Lau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 羅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 這個應該是美國的 都有看過這份論文 那你這個為什麼要故意去說出 羅倫斯柏克萊國國立的實驗室 為什麼他成為這件事的其中一個 是不是仲裁呢 這樣講吧 大家很期待這個實驗結果出來之後 有沒有其他人員去跟進來 去印證他的東西是對還是錯 大家很多著眼點 其實放在幾個實驗小組 暫時可能大家在報章上看到的就是 有華中科技大學的實驗小組 他的結果還沒有發表在公共論文領域的 就純粹是放在那些微信、微博上流傳著 可能他在用中文的期刊去準備發表也不奇怪 然後印度的國家物理實驗室 有發表了一個論文的語印件 然後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也都發表了他們的實驗 這都是實驗的成果 就是他們嘗試跟韓國小組提出來的配方 去嘗試調製一下這一種東西 然後看看他們能不能夠 有他們重複到韓國小組 表現出來的那些超渡的特性 和其他和超渡的現象有關的特性 我會說其實大家都沒有做到 沒有重複到的 有人以為重複到 有報章誤解了他們以為已經重複到 但是我覺得這裡是有誤解在的 剛剛台長你說的那個引起更大的迴響 因為是有一個美國非常著名的國家實驗室 就是那個Laurence Berkeley 如果Laurence 大家看了Openheimer這部電影 大家如果記得 電影裡面說Openheimer 去到這個U.C. Berkeley 柏克萊大學做教授的時候 他有一位做實驗 穿著三件頭西裝的大眼鏡的英俊同事 那位就是Laurence 裏面有一個說話 大家記住了 Theory will only get you this one 就是羅倫斯說的 是的 羅倫斯他自己去設計了那個cycrotron 那個圓形粒子加速器的先驅 他自己後來有拿諾貝爾獎 所以他的貢獻這麼大 他將整個這個 在柏克萊大學裡面的物理實驗文化帶起了 這個Lab就由這個柏克萊大學看管 就以羅倫斯來命名 那竟然裡面呢 在今時今日裡面有理論小組的人員 去發表了他對於這個LK99 這個韓國超導體的意見 而很有趣啊 暫時在我們現在這個節目錄影的這一刻為止 是出現了很有趣的現象 你會看到理論小組方面 就給了很多的結果 似乎是比較支持韓國那邊的成果的 但是實驗小組呢 是沒有一組能夠呈現到那種 超導體的特性在那裡的 所以在這裡 對還是錯呢 是不是可以各打五十大板 就說對和錯之間一半一半呢 我會說不是 我自己會認為呢 在這些事情上面呢 就好像你打功夫一樣 做到做不到一橫一直的而已 你做實驗做到就是做到 實驗做不到呢 你其他理論說到上天呢 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暫時自己來說呢 我會相對來說比較審慎悲觀一些 就是不要認為 你看到在外面媒體裡說到 哇 連理論學者都認為是有可能的 那你實驗的人遲早就會做到的了 而且甚至乎有些傳播這種比較樂觀信息的 還要是呢 在那些比較重要的期刊裡面 有專欄的一些學者 而後來我發覺那個學者本身呢 根本就不是做物理的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要很小心一下 我自己負責人來講 以一個物理人的角度來講 而且還要是真的呢 小弟自己的論文研究有一點點 也都適合到這一次去研究超導體的這種理論工作 它裡面有一套叫做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這一套東西呢 我會說呢 它是沒有能力去幫你去解釋到 超導體在多少度會呈現超導性的 這一套東西頂多就是呢 幫你去嘗試一下 去透過由一個或者幾個的原子或者分子 它的特性來去嘗試了解一下 將它砌成為一個整體的一個大結構的時候 它的整體物理特性是怎麼樣的 而很不幸這套理論呢 它就是如果你要去解釋裡面呢 最後那件東西的導電性呢 是可以解釋到的 但是它在多少度會出現到一種質的變化呢 是解釋不到的 那麼在這裡聽到 如果大家聽到一頭無水的話呢 我會舉到一個簡單一點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呢 在我們平常氣壓之下 水呢 一百度就是沸騰的了 是不是 那麼我們從小學的就是說 水一百度是沸騰點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條件要一個大氣壓之下 你上到山頂氣壓低一點呢 那個沸騰點就變了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透過 執著去瞭解水分子的那個物理化學特性 然後就用量子力學 把很多粒水分子放在一起 就令我能夠了解到一鍋水 它為什麼會在一個大氣壓 一百度的攝氏的時候就會滾呢 我會告訴你 原來在理論上我們還沒有做得到 這些關於上面的問題呢 在那些叫做軟體物理還是固態物理 都是一個在理論上非常難做的問題來的 我們沒有能力是由透過去瞭解一個分子的特性 來去幫我瞭解這個分子 它形成一個整體的時候 它的物理特性我們暫時還沒有做到的 這套其實就是那些叫做統計力學 甚至乎剛才說的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希望能夠做到的 但是我們現在做不到的 我們連水為什麼是一百度 都不可以由一個完整的物理理論去解釋到 為什麼會是由液體變氣體 為什麼在一百度發生 我們更加也沒有能力解釋到 為什麼它可以在幾多度就會出現超度性 很多時候就是由實驗給出來的數據 我們只是建構的理論去解釋 在這裡暫時來說 在超度體的固態物理學裡面 我們沒有完整理論去解釋 究竟這件事情是 為什麼沒有能力去預測到 它究竟是多少度會出現超度性 所以有了這個認識 你就要知道 做理論學者的人 它能夠給韓國小組的支持力是很弱的 就是說很可能就是 最後那件事情 它都有能力表現到超度的性質 但是並不是在涉事一百二十七度 我自己如果叫我估計的話 很可能最後都是你要加一些液體淡下去 然後它就可以給你超度性質 跟我們用其他不同元素組的超度看出來 就沒有什麼優勢的 這個暫時是我預估的結果 最重要的就是接下來還要看看實驗的人 能不能夠做出來 這裡再給我多說一些 就是在Laurence Berkeley國家實驗室 利用了那套理論去認為 用這一種原和銅的氧化合成物 是會有理論上有些可能做到超度現象 而同時間也都獨立的印證到 還有這個美國的科羅拉多大學他們的理論小組 甚至乎還是維也納大學的那個叫做 顧泰物理研究院 他們都從理論上去給出一個大家吻合的結果 所以由這些這麼頂尖的小組 我會認為理論上 這個這樣的化學元素的組合 能夠給超度看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究竟是多少度是合理呢? 我們完全沒有能力解釋到的 另外那方面 華中科技大學 印度的國家物理實驗室 和北京航空大學 尤其是後兩者 他們的初步研究結果就是說 我已經做到韓國 根據韓國小組的配方 做了這樣的物質出來 我們也都用過這個X光散射來研究過 裡面的分子結構 也都是如韓國小組所說的 是那個結構也都做出來 所以無論材料上結構上 應該都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但是量不到一樣的特性 而很有趣 華中科技大學 他還沒有將他的結果 用英文發表在《奇刊遇印》裡 但是呢 在現在大陸那些這樣的社交媒體裡流傳 就簡直有了片 就說他們能夠重複到韓國的結果 但是這裡要很小心了 就算韓國的結果 你都可以有權懷疑 其實那件事不是超導體來的 它只不過是表現到 它只不過是制 有人就說 就算我自己第一個感覺也是 你是不是只不過只是製造到一個 大逆詞性的半導體呢 其實逆詞性是可以由超導體表現出來 有逆詞性可以是超導體 也都可以不是 也都是純粹普通的半導體 也都有些可以表現到逆詞性 所以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你將你那件東西 能不能夠放在一個電流裡 看到它的電流是永遠不消失的 真的能夠表現到電阻是零 你才叫做重複印證到 韓國小組聲稱說它自己那件事有 但是現在它都認為很可能的結果 是它們有不差的 華中科技大學的小組 它是展現到這種物質的逆詞性 但是它並沒有展現到這種物質的零 零電了 還沒有做到 所以我會說華中科技大學 它的結果它是 它就算是重複到韓國的成果 但是它不是印證到這件事是超導體的 但是它可以表現到一些超導體應該有的部分的特性 但是我覺得最關鍵最關鍵就是 你能不能夠做到裡面真是電阻力 但是暫時這一刻為止 還沒有研究小組做到這件事 所以大家去看這件事的時候 你會發覺行外很熱鬧 但是反而你看那些正正式式的學院和物理行內 甚至乎你看美國的主流媒體跟進 你去到CNN、BBC那些 全部你會覺得為什麼好像這麼冷待這件事呢 原來其實大家還是很冷靜地等著進一步的科學驗證結果 但是我看到這個Twitter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人 但是這個是在美國做研究 National Lab 它就是講的羅蘭斯坦的國立的研究院 Without support LK、Nakina as a room temperature ambient pressure superconductor 用廣話回來就證明了 它說明是這個伯克利的帕阿萊的實驗室 證明了,不是支持,支持 這個LK99是一個在室溫和正常的壓力之下 能夠做到超渡 這個說話本身是不是有誤導? 我認為它是錯的,錯得很厲害 就是這樣說 你如果真的看回Laurence Lab 那位學者寫的文章 他沒有講到這件事可以失溫 他說裡面有一些物理特性 比較符合一些偏高溫的超度體 但是那個高溫是多高溫 現在不知道的 因為在物理學上 現在我們講高溫超度體來說 你能夠用液態氮冷卻那些溫度 就已經叫做那個 零下八幾度左右 就是那個叫做開示溫度77度 就是其實對應攝氏零下二百度左右 這些這樣的溫度 已經叫做高溫超度 高溫也不是我們的高溫 不是以為高過我們體溫就叫高溫 現在高過零下二百度就叫高溫 就是在物理學界裡面 就是很多 這個很小心就是 就是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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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全世界很多媒體炒了車的 我會覺得在這裏 就是他 我會這樣說 如果最後能夠做到這件事 他原來是零下九十幾度就已經可以超度 我都會認為韓國這個小組做到很厲害的事情 已經是 就是我不會奢望他能夠做到涉事37度 我抱在身上跟著都可以超度 就是如果是這樣 我當然很厲害 但是我不會樂觀到這樣 現在似乎就是我會說 韓國小組 我甚至開始以為他做假 但是現在似乎就是他不是做假 不過是有些事情做錯做得不準 他這件事從理論上 有潛質成為超度體 但是最後超度溫度 是不是好像他做得這麼理想呢 我懷疑不是 但是如果這樣說 如果他最後能夠做到一件事 我如果再天真一點 我認為我已經很樂觀了 是涉事零下十五度 就是你家裡的兵格都能夠 令到他超度 我已經覺得這個人值得拿諾貝爾獎了 因為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因為我那個 令到他能夠展現超度性的成本 可以大大降低 大家聽到就是有超度性 可以令到我的電纜傳輸 效能是100% 這個是其中之一 但是有些你知不知道呢 原來你想都想不到的應用就是 在這個戰場上面 如果有士兵受傷 我想立刻去診斷他腦部 受到的受傷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立刻跟他做個MRI 那個MRI的機器你知道很巨型的 怪獸又要用液太淡又要盛行 你一定要將他送去一個固定的醫院 不可以到處走的 現在其實呢 全世界的軍方呢 包括美軍呢 他是很想研發一個非常輕便 就算那個靈敏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一個非常輕便 可以由一條貨船攜帶的MRI系統 如果你可以做到一個用雪櫃 雪都能夠達到超渡性質的這件事 這個超渡帶其實就是 在MRI的儀器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元件 因為他可以幫忙組成一個叫做 Josephson junction的這件事 它就可以令到這些MRI機器做得非常輕巧 於是乎就可以不僅在戰場上 可以跟著那個救護車 隨你到處走 立刻和你做個診斷的一件這樣的機器 我覺得是非常造福人群的 另外就是在未來 如果有人想做這個核聚變的鍋爐 那有些的設計是需要用到超渡體的時候 就令到整件東西的成本 那個Maintenance就可以很低 所以說一次可以一石三鳥的這些應用 就令到這個超渡體的確可以造福人類的 但是我就會說在這件事上面 真是大家懂得去留意科學新資 我是讚賞的 因為小弟真的在這次來講 真的要做很多功課去瞭解那個情況 因為外面的信息很混亂 大家有這樣的 taste 是大家要多謝自己的 另外其實大家也懂得留意到 在美國那邊的一些一流的實驗室給出的結果 那我也覺得是聰明的 但是要很準確地去掌握到 他究竟有幾大程度支持到這個韓國成果 我覺得這次是很難的 所以很多的媒體是有些誤解誤讀的 我覺得一些都不奇怪 我就重申一次了 在這件事上面就是 你理論那些人講的天花龍鳳我不管的 實驗的人做到我才會去承認 所以我不知道下個星期會不會有些新的突破 但是暫時在這一刻以這個資料來說 我都還會認為大家千萬不能夠開心得太早 我都還要保住 剛才你提的那個Josephson effect 是不是一個Brian Josephson 就是劍橋大學一位的教授 嗯 是 就是要找回這個港是80年代的原來成果 為什麼我特別提他呢 因為我上個星期 他在神秘之夜最終的那次我提過他的 所以在這裏就講一講了 好了 最後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在這件事上面 我們找不找到投資的機會呢? 很不幸 我覺得暫時的風險是比較大 就是以我自己有限的行內知識來講 你就算見到理論上有一流的學者 是互相印證到 這件事有機會在一個偏高溫之下出現超渡 但是最後的偏高溫是多少度呢? 是決定了你值不值得投資去這件事的 我也是那一句了 如果還需要用液態淡來展現超渡性 那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但是如果他能夠推到溫度 是比較接近一些乾冰的溫度 乾冰的溫度其實就等於你家裡的那個冰格的溫度 零下18度 如果他推到這些溫度 我就已經覺得大家要搶著去投資 好像在未來的這些超渡體產業 就是那些 如果你說機構我一下子未必講得出來 但是你說如果這樣講 任何和材料科學有關的機構 甚至乎你問我可能Dupont這些已經可以處理到的 會是這樣 你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李兆鋒嗎? 他做什麼?我不知道 他做瓷器的嘛 瓷器是不是跟這個超渡有關? 瓷器可以跟超渡有關 這裏又給我多說一些 其實這些事情 只要你有那個儀器 在一般的大學的實驗室很容易做得到的 我自己小弟在中文大學物理系二年級的時候 其中一個物理實驗 就用兩個星期時間給我們 去每人做一個超渡體給自己玩 那就是拿著一個瓶自己磨磨磨磨 那些裡面的材料是Uterum 那個元素周期表上面是YT這種元素 然後自己磨磨磨磨 然後有部機器一拉就把它打成一顆餅 然後再把它放進焗爐裡焗一輪 然後拿出來就玩到了 所以這件事絕對是那些化工廠 還有一些專門做ceramics 這些這樣的機構 有跟著的配方就做得到的東西 但是當然最貴是那個儀器 對於我們家裡來說那套儀器是貴的 但是對於化工廠來說那些很限的 那些錢就是基本上 好 第二個問題 這一節先集中文的媒體 在這次的報導裡面 你覺得的表現如何 跟英文媒體一樣都炒車 我覺得這次就是那個 不是已經分不了華文媒體 還是英文媒體做得差一些 就是集體 就是那個信息很混亂 其實我的瑞士最混亂的那一刻 就是自從這個理論小組提出了 說有部分支持韓國小組的結果那裡 就令到整件事更加信息混亂 另外我也覺得那個中文媒體 在報導華中科技大學的成果那裡 明明華中科技大學說什麼都不是這樣的 但是媒體就把這件事挖曲了 我覺得就要非常小心 好 我們今天做得很長 但是整件事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 其實是一個可以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值得比較花時間去這件事 而且可能這件事的發展 在這兩個星期之內 會有一些新的消息 是的 我們會再跟進的 在福學新知的群組裡 你可能都要報一報一些新的消息 會會會 好 我們這節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那還好 應該好 你們現在可以分享些裝上 有多少 你可以用這些裝備 來做個網絡 你怎麼能按讚 到底做個網絡 好 動下 你的裝備 和我們可以做得到 我們可以拍到